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解決日期的問題 主要各位可以慢慢發現 正確的應該長這樣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差別左邊跟右邊其實最大的差別 你不要說你看不出來 因為以後這個小細節 就是發生錯誤的地方 我發現還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日期以SEL的日期格式 到底應該長怎樣 那就麻煩了 因為你搞不清楚的話 以後錯就永遠會發生 特別注意左邊這個是一個數字 這個才是日期 差別在哪裡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斜線的部分有沒有 OK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提供給他的日期 並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的話 因為他靠右對齊 靠右對齊理論上應該是數字 OK 如果靠左對齊理論上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假設你給他錯誤的格式 很抱歉他就畫不出來了 如果你給他正確的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變成正確對不對 然後把這兩欄選起來 向下選取 然後再去找我要的折線圖好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馬上可以畫出正確的圖表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知道了 原來你第一欄是日期 他知道日期 為什麼剛剛畫不出來 因為他看不出來那是日期 因為他一看 那是數字耶 所以很抱歉 所以我沒辦法幫你畫出正確的折線圖 所以為什麼 折線圖其實還滿方便 主要原因是因為 橫軸大部分是日期 縱軸就是數量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今天 是要呈現出一個 跟日期有關的那個什麼量的變化 其實用折線圖是最簡單的 而且是最很容易理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剛剛講那個問題有沒有 最近的那個 這個美元的匯率波動 你可以看到 那個他超過有沒有 到上個月 上個月的那個 就11月1號 到11月大概2號3號 3號應該是算最高的 最高來到32.245 到今天 應該是今天吧 是不是他 差不多這個到今天 12月 沒有 到上個禮拜五 就只剩下30.6 我今天看了一下 又更低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中間已經差了差不多快 以銀行利率來算 大概差了8% 週九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你今天就不見8% 如果你今天 你是那個32塊多 買美元的人 你可能每天都在搪血 對 等於是說你那個 你如果買100萬台幣的 那個美元的話 可能你就是 一個月就少了8萬塊了 OK 那你怎麼受得了 對不對 如果說你是那個 一個月就少8萬塊了 OK 當然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 其實主要原因我在想 因為美元的那個 定存利率在太誘人了 因為現在都至少 美元定存都3%以上 所以大家就瘋狂去定存 有沒有 那可是後來發現 就 所以 這個我之前也上過檔 後來我現在不要學乖了 所以他如果定存利率太高了 要小心 他可能即將 匯率要走跌 可能啦 OK 這我只是個人的 個人的經驗 OK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日期這一欄 那當然了 如果我們現在 先不要講那個用VBA 因為VBA對大灣同學來說比較困難 如果你不用VBA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解決那個日期 首先的話 我們第一件 一般是習慣在原來日期這一欄的右邊插入 按右鍵 就是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空白的欄 先插入一欄 然後呢 一樣名稱叫日期 OK 那接下來我要給他一個標準 標準的 特別是標準日期的話 記得插入一個叫日期與時間裡面的函數 叫Date 這個Date函數呢 基本上就是標準的日期 就是把它格式化成標準日期的一個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給他三個訊息 因為我剛剛講過 日期其實是由三個資料組成 第一個是年 第二個是月 第三個是日期 所以你必須跟他講說 你的年是在哪裡 月在哪裡 日在哪裡 那其實年的話 當然就是這個資料裡面的前四個吧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Date 然後取它前四個字 有沒有 d.4 這樣就2022 那月的話呢 剛好在中間 中間的話可以用Mid Mid的話 剛好也是這個資料裡面的什麼 豆點 第幾個字開始 2022嘛 這下一個 第五個字 然後要幾個字呢 剛好兩個字 有沒有 11月嘛 OK 那日的話 剛好是尾巴 剛好是Right R-I-G-H-T 尾巴的兩個字 所以一樣 豆點 2的話就OK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按確定之後 如果看到的結果 是有斜線的 這個資料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做對了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OK 那但是特別注意 你想說 老師那A欄 如果把它刪掉會怎麼樣呢 因為你可能想說 那我把它取代掉了 如果你刪掉 他會發現奇怪 REF REF是參考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來的資料是參考他的 所以一般 如果你要刪掉A欄之前 通常會把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範圍 Ctrl-C的向下 然後Ctrl-C一下 就是把這個範圍 先選取之後 然後先把它選擇性貼上 只有直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目前是公式 那公式的話 是會參考A欄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把它貼上直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裡面就會真正變成 我們要得到的資料 這個時候 你再刪掉A欄 就不會出錯了 有沒有 OK了 好 那剛剛的動作 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完成 雖然函數也可以解決 只是說 當然還是沒有VBA來的省力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我剛剛重點 一在B欄插入一欄 第二的話 請你利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Date函數 分別取它左邊四個 中間兩個 右邊兩個 然後組合之後向下填滿 並且把這個範圍 Ctrl-C向下 Ctrl-C 再直接Ctrl-V的話 Ctrl-V之後呢 請你在右下角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剪貼布的一個標籤吧 然後選擇1、2、3這一個 只有池 這樣就可以把A欄給刪掉了 試一下 大家喔 Ctrl-C